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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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看养生频道,我是Peter 无论是古代还是是现代,国外还是是国内 人们的友谊都存在着相似的地方 这些是互相尊重、信任、彼此支持和互相理解 盧梭曾经说,互相尊重是友谊的基础 互相信任是友谊的灵魂 理彩也说过,友谊是两个心的契合 是不需要说话,只需要用心去感受 有关友谊的赞颂数不升数 这是因为友谊可以满足人们的社交需求 提供情感支持,增进个人成长 所以我们才认为,友谊在人类社交的里面 是不可以或者缺少的一部分 友谊不但在情感上,丰富了我们的体验 它甚至会影响到个人的身体健康 这些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用了80多年的时间 调查了800多人之后,发现长寿的关键 并不是身体强壮,而是有良好的社交关系 个体的健康状况的确是和亲密社会关系密切相关 1938年,哈佛展开了一项世界上最著名的 长期成人生命历程研究 他们找来了800名美国男性 进行了80多年的跟踪调查 他们不断完善研究对象的数目和范围 细化到家族社区 乃至于城市等不同层面的生活环境 这个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观察参与者 在不同生命历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其中包括身体健康,情感状况 工作事业和社交情况等各方面 不单止是这样 这项研究还探究了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 哈佛成人发展研究的最新成果指出 一个人在50岁的时候,他的身体健康情况 和人际关系之间存在了一些关联 而这种关联是会体现在亲密关系数量之上 假如50多岁时拥有更多的亲密关系 身体健康程度就会更好 尽管在经济地位上 和财富权力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生活质量 但是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原因 这项研究的主要负责人 是罗伯特·阿尔丁格教授 同一时间 他亦都是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的研究专家 他认为 社会关系对个体的健康是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密切社会关系的存在 可以增加个体的快乐感和幸福感 而这种积极的情绪体验 可以刺激到类固醇等生理指标的分泌 从而是会使身体健康 他们用了长达80多年的时间跨度 以及大量的数据和分析研究出这个事实 这样看来 个体的健康状况的确是和亲密社会关系密切相关的 个体的身体健康状况 是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所决定的 其中包括身体素质 生活方式和周围环境等等 亲密社会关系对健康的影响相对比较间接 但是都不能忽视 身体素质和生活品质相对稳定的时候 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将会更加明显 比如身体健康生活稳定的人 如果缺乏了亲密社会关系 他可能会觉得孤独失落 因而产生消极情绪 这种状态将会进一步导致他身体健康程度进一步下滑 但是如果他身边有个亲密的朋友或者家人等关系 他们就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持和陪伴 从而对个体的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优质社会关系给个体健康带来了些什么改变 1.带来轻松的感受 亲密社会关系中的人们是会经常互相交流分享经验和支持 这些都是有利于个体的成长和发展 研究结论显示 一个人身边的平均学历是可以看到和反映出他的能力 在这件事和他的工作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是息息相关的 亲密的社会关系会带来近距离 和更加密切的交往 假如个体身边的亲密关系 拥有较高的学历水平 他们的社会交往质量和社会生活水平也会更加优越 不仅高学历人才普遍是拥有更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 在工作上就更容易获得成功 如果在这个圈子里面 显然是有助于个体的成长 与此同时 有高的水平也都意味着个体 在多种环境之下游人有余 内心轻松自在 和不熟的人打交道的时候 你会压外注意分泉 是怕一不小心踩到对方的红线 所以交流起来自然就会很多顾忌 无法放松 时间一长 这种慢紧的心情就会变成负面的情绪 从而令人觉得疲惫 二交往带来的压力 现代社会有很多人他自称有社交恐惧症 他们天生就对社交感到害怕和不自在 一旦在人多的场合 他就会感到面临巨大的压力 长期是这样 负面的情绪就会迫使身体引发炎症 而这些炎症包括关节炎 耳腺炎甚至是糖尿病等等 三幸福感 如果是熟人互相认识对方 他们早就已经建立了长期深厚的情感联系和信任关系 这样可以令人感到被关心和支持 尤其在面临困难或者挑战的时候 熟人之间的互动和支持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问题 从而提升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总而言之 影响身体的健康因素实在太多太多 但是最关键的是 你在中年的时候 能不能够维持住稳定 而又有很多亲密的社会关系 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点赞和分享 和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